上回就說到 劉備出奇兵 打贏了仗 和青州解了圍 太秀拱拱 上次元軍隊之後 周靖就想班師回到幽州 當時劉備就說 近海中郎將奴夕 和策頭張國 在廣中附近打 小將曾經拜過奴夕為老師 現在就想去助他一臂之力 哦 那麼好 於是周靖就自己率領軍隊回到幽州 劉關章就率領本部人馬五百人 就前往廣中 廣中在哪兒來的呢 就在今天河北省威縣以東的地方 那去到見到奴夕 講明了來醫 奴夕呢 就非常之那麼歡喜 將他們留在帳前調動 當時 張國就有十五萬兵 而奴夕呢 就只有五萬兵 就在廣中地區相遲住 就未見勝負 這一日 奴夕就跟劉備說 我現在就把那些賊兵圍困在這裡 張國的兄弟張良 張寶 就在泳村和黃寶松朱鎮他們打著 現在 你就帶領本部人馬 我就再撥一千精兵給你指揮和調遣 你呢 就趕去泳村 探聽消息 然後約定日期 剿滅張良 張寶 劉元德就接受了軍令 就率領部隊 漏夜趕去泳村 那泳村城就在今天河南省羽縣的地方 當時黃寶松朱鎮就帶兵和張良 張寶他們打著 黃巾呢 不夠打 就退了入長舍 就在前野草地來摘營 黃寶松和朱鎮就決定用火攻 命令兵卓 每人都帶著一扎乾草 偷偷地埋伏好 那一晚 忽然還翻起風 對了 到了現在 一齊放起火泥 黃寶松和朱鎮就各自帶兵 攻上他們的營寨 嘩 在火光沖天 那幫黃巾呢 見到都怕到手忙腳亂 盔甲都來不接著 戰馬都來不接避安 哭虎哭忽就死為禁敵 這一仗 一直打到天亮 張良和張寶他們又帶著一對殘將奪路而走 走走下 發言間就見到一丟人馬 打起面紅旗 當頭來到折著去路 當時一名將軍 他身長七尺 細眼長鬍 乃是配角朝郡人士 姓曹明粗 自盲德 曹粗的老爸就叫曹松 是個宦官 但他本來不是姓曹的 他本來是姓夏侯的 後來就因為做了有權有勢的大太監曹藤的樣子 所以才改姓曹的 曹粗的御名叫做阿門 即是有些東西瞞著你的阿門 還有個名叫吉利 他年輕的時候很喜歡去打獵戈母 為人很有計謀 於是就好懂隨機應變 精乖伶伶 他也有個叔父 他見到曹粗整天悠悠蕩蕩 非常之生氣他 就說了給他老爸聽 就說曹粗很不生性 那他老爸就省他咯 過了沒多久 曹粗就想到一條計仔了 又一次 他見到叔父走著 就突然間 啪聲踏在地上 才就好像中風那樣 嘩 他叔父就怕了 馬上就走去告訴曹粟 曹粟就趕快走去看兒子怎樣 咦 就見到曹粗生生猛猛 什麼事都沒有 就問他 嘩 你叔父先頭說你好像中風 咦 現在好完了沒事了嗎 曹粗就說 不是呀爹 我什麼時候中風呢 你都知道的 我從來都沒有這個病的 哦 實是叔父不喜歡我 說壞我 他老爸就相信他說 不說啊 以後他叔父 但凡說他有什麼不妥 曹粟呢 就一於不聽 因此呢 曹粗就事無忌憚 喜歡怎樣玩就怎樣玩 哈哈 曹粗的計仔都幾洗得 當時有個人對曹粗講過 天下就來亂了 天下就來亂了 沒有個真真正正的能人 就搞他不行了 將來能夠安定天下的 可能就是你了 另外有個人 他見到曹粗也都說過 韓朝就快忙了 能夠平定天下的 必定是這個人 當時 與南有個人 叫做許紹 他就很善於評論人物的 曹粗呢 就專程去訪問他 就問他 我將來會是個什麼人啊 初初 許紹就沒有回答他 曹粗呢 不厭其煩地再三再四地去請教 最後 許紹就說 你是自勢之能神 亂勢之奸雄啊 哈哈 曹粗聽到他這樣來評價自己 你啊 歡喜到不得了啊 曹粗到了二十歲 就被選佛為孝廉 後來做了官 官職是洛陽北部位 是主管地方上面的治安的 官職呢 就好像遠級的次官 就不太大 但曹粗他敢作敢為 執法如山 呢 他一上任 就準備了十幾條五色木棍 擺在完成的東南西北四個城門柱 有誰違法禁令的 不管你是誰都好 豪門貴族都好 一律照法 有一次呢 太監展石 就是那個出了名的十常事之一 他呢 就有個阿叔 晚上呢 拿著把刀在街上走 他當時就犯了法 犯了消禁 剛巧就被曹粗巡野 撞到 馬上就叫人抓住他 照罰海也 安堂就按下他用棍打 呵呵 這件事就大了 一傳開他之後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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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就沒什麼人敢犯他了 他的威嚴馬上就出了名 後來就委任他做頓丘寧 就是頓丘縣的縣官 沒多久 黃金造反 朝廷就封他做地都尉 命令他率領馬步軍五千名 前去詠村助展 他一到詠村 就遇到張梁、張寶他們敗兵逃跑 哈哈,對了 真是撿到便宜了這趟 他截著敗兵大殺一陣 還斬獲萬幾個人頭 還奪到很多奇山金谷馬匹 但是呢 還是被張梁、張寶他們死打走掉 曹操和黃寶松朱俊他們見過面之後 立即馬不停蹄 追截張梁、張寶他們 現在又說回劉元德 他帶著關章兩人來到詠村 遠遠就聽到哭殺連天 又看到那些火光 拍到半邊天都紅了 就急急帶領人馬去趕去 不過去到的時候 黃金已經打輸潰散了 劉元德見到黃寶松和朱俊 就把奴席叫他來的意思說明白 黃寶松就對他說了 張梁、張寶已經勢窮力罰 現在一定是趕去廣宗投靠張國的 你還是快點火速趕兵 回去幫奴席吧 劉元德接受了命令 立即就帶兵回去 走到半路 只見一班人馬押著一架籌車 籌車裡面困著那個不是第二個 竟然是奴席 劉元德大吃一擊 立即落馬走過去問一下什麼事 奴席就說了 唉 我已經包圍著張國 就快要殲滅他了 因為張國就會用妖術 所以一時未贏得他 趙廷商派了個皇門太監來探聽消息 他就要我給他錢 當時我就說了 軍隊的糧響都不夠了 哪有錢來送給天使你啊 唉 這樣就得罪了他 他翻到京師 稟告朝廷就說 我一尾在修緝皇室 手而不展 還令到軍心爛萬地說 朝廷的當然很生氣 還派了中郎將董卓來接我兵權 現在 現在要眼我回去驚師問罪啊 張飛一聽到 哇 好生氣啊 立刻就想上去殺了押送軍人 救回奴席 劉元德就急急按住三帝就說 這些事朝廷自有頂端 你千萬不要亂來啊 那幫軍事見到張飛發我 快點走人 帶著奴席就走了 關公就說了 既然奴席都被捕了 由第二個人帶兵 那我們去到就無依無靠 不如先回去著棍吧 好不好啊大哥 唉 好 回去吧 於是劉關章他們三人 率領兵馬向北走 準備就回去著棍了 走了不到兩天 忽然間 又聽到山後面哭殺連天啊 他們三個種馬跑上江頂 看看什麼事了 哎呀 原來是漢軍大敗啊 後面的黃金人馬 漫山遍野過來追殺 在黃金的隊伍前面 有一面白色的大旗 上面寫著天公將軍 劉元德就說了 哈 這就是張國啊 快點去打他 劉關章三個飛馬的大兵衝下去 這個時候 張國就在追著邊關漢軍 原來呢 就是董卓的人馬啊 張國呢 成勝窮追不捨 突然間 遇著劉關章三個人 好像三隻下山猛虎一樣 帶著兵走來衝殺 張國的軍隊 當堂亂坑大敗地逃走 退回成五十幾里 劉關章三個呢 救了董卓回到營寨 董卓就問他們了 現在做什麼官職啊 劉元德就回答他 他說是白身 即是平民 沒有官職的 哈 董卓那個人 聽他們說 平民百姓 態度 馬上就變了 非常輕視他們 劉元德他們 走了出帳篷 張飛就發火了 我們血戰一場 救了這個家夥 盼著這條命 他居然豈有此理啊 不殺了他 我出不了這口氣啊 赤聲拔了把刀 準備要入帳篷殺董卓 這個董卓是什麼人呢 他有這麼厲害的 董卓呢 是龍西臨途人 他現在的官職 是河東太守 從來就為人驕傲 當時他看不起劉元德 張飛氣起來要殺他 劉元德和關公 立刻按住他就說 三弟 他是朝廷命官 怎麼能夠隨便殺了他啊 嗯 不殺了他 反而還要在他部下聽從他指揮啊 我怎麼都不心急啊 兩位兄長 如果要留 就你們留在這兒啊 我自己去投奔第二書啊 哎 我們三個人同生共死 怎麼能夠離開呢 不如一起去投奔第二書啊 這樣啊 那我就沒那麼生氣 於是劉關章三個人 漏夜地去投奔朱俊 朱俊就代他們非常好啊 彼此的兵聯合起來 去進攻張寶了 這個時候 曹操呢 就跟著黃寶松去討伐張良 正在谷陽這個地方大戰 現在 先講講劉關章和朱俊去進攻張寶 張寶就率領著八九萬人 在山後面駐紮 朱俊呢 就叫劉元德去做先鋒 打頭陣 張寶呢 就派副將高昇去出戰 劉元德就叫張飛去打他 張飛還馬出陣 挺起象八蛇矛 跟高昇交戰 打了幾個回合 張飛一咬咬過去 張高昇刺死就跌落馬 劉元德就見張飛得手 連隨指揮軍隊就直衝過去 誰知張寶就在馬上披頭散發 握著把劍 口中念念有詞 作起妖法上來 只見 風雷大壯 一股黑氣 從天而降 在這股黑氣裏面 就好像有無數的人馬殺過來 劉元德立即收兵 回頭就亂了大路 就打了一場敗仗 他回到刑寨 就跟朱俊商量 朱俊就說 嗯 他是用妖術 那我們明天就準備多些豬羊狗血 叫軍事大主埋伏在山頭 等賊兵追過來 就叫士兵撲過去 這樣就可以破他們的妖法 劉比就根據朱俊的命令 就吩咐關公張飛 各人帶一千兵桌 埋伏在山後的高崗上面 帶齊的豬羊狗血 以及一些髒骯髒的東西 做好準備 第二天 張寶就搖旗鼓 帶兵又來挑戰 劉元德 就立刻帶人出馬營戰 打了一下 張寶又是作起妖法又來緊 好像那天 翻風行雷 還飛沙走射 黑氣遮天 只見滾滾人馬又從天而降 劉比撥轉馬頭就走 張寶當然帶兵窮追 就快來到山頭了 關公張飛的伏兵 放起浩炮 踢踢踢踢地把那些豬羊狗血 一起潑下去 又真是漂亮 只見封停電子 沙石就不飛 空中的子人草馬就紛紛掉落地 張寶就見到法術被人破了 急急就想走去退兵 誰知左邊有關公又又有張飛 兩支人馬同時衝出來 而背後劉比朱駿也一起追下來 張寶就輸了 然後劉比看著地公將軍的旗號 飛馬地追著他 張寶當然是落荒移走 被劉比這樣搶聲一箭 射中他的左手 終歸還是被張寶大傷走掉 他走進楊城 緊閉城門堅守不出 朱駿就帶兵圍著讓城 猛地攻他 同時有派人探聽一下王寶松的消息 過了一段時間 探子回來報告了軍情 說王寶松就打了好幾場大勝仗 朝廷就因為董卓打了都輸 就命令王寶松取代了董卓 王寶松去到的時候 張國就已經死了 由張梁統率王根和官兵交戰 結果呢 又被王寶松連勝七陣 在曲陽斬了張梁 又打開了張國的墳墓 掘了他的屍首出來 用刀斬過 然後還割了他的頭送去京師 其餘的王根人馬都投降了 朝廷就加封王寶松做車企將軍 任命他做企州牧 即是企州的州長 王寶松又向皇上稟報奴席是有功無罪的 所以朝廷又恢復回奴席原來的官職 曹操因為有功 所以朝廷任命他做祭南上 就快班師上任 朱駿聽到這些消息 知道王寶松曹操他們打贏了 那自己千萬不要落後 翠速兵馬就拼命攻城了 陽城的形勢危急 王根裡面有個將領叫嚴正 他就刺殺了張寶 帶著他的人頭獻給朱駿請求投降 就這樣 朱駿就平息了幾個群的騷亂 寫了幾份表章送去朝廷的報章 過了沒多久 又有三個黃根的餘黨 他們就是趙宏 韓宗和孫仲 還聚集了幾萬人 到處消殺搶掠 還說要和張國報仇 朝廷就見朱駿打得了 就命令朱駿率領得勝的部隊 去討伐這一幫賊人 朱駿接到聖子就帶兵前進了 當時這幫黃根的餘黨就佔據了遠城 遠城就在今天的湖北省來 當朱駿帶兵來攻打的時候 趙宏就派韓宗出來迎戰 朱駿就命令劉關章去帶兵 攻打遠城的西南國 韓宗就率領所有的精銳人馬 來西南邊迎敵 誰知朱駿自己親自帶著二千兵馬 直到西北角 韓宗見到就不是路了 兩面夾弓就怕遠城失守 好 急急就放棄西南邊撤退了 劉備就指揮人馬 在背後窮追猛打 韓宗就輸到貼地就踢回到遠城了 朱駿就把軍隊分布開 將遠城踮踮踮就圍住 很快去城裡就斷糧了 韓宗頂不住就派人出來投降 朱駿不肯 不肯被他投降 劉備就說了 往日高祖之所以得天下 都是能夠招行立順 將軍你又為何不能接受韓宗投降呢 朱駿就說 彼一時 此一時呀 那時秦朝末年天下大暖 民無定主 所以但凡投降歸順的都要歡迎 還要獎賞他們 那為甚麼呢 是為了多些人來投降歸順 如今天下一統 唯獨就是黃金造反 如果這樣都肯接受他們投降 這樣就難以勸人學好了 如今 賊人得勢的時候 就到處搶掠 一招失利就投降 准了他們投降 就掌了賊人的志氣 此乃下下之賊 是啊 不接受賊購投降是對的 不過這樣 我們的人馬 將遠城包圍好像鐵桶一樣 他們黑球投降 我們又不接受 那他們必定死戰 萬眾一心 尚必勇不可擋 何況遠城現在有幾萬盤死的人 不如我們撤走東南面的人馬 只是攻他的西北方 這樣賊購一定棄成逃跑 無心亂戰 到時就可以抓到那幫賊頭 好了 朱駿同意留給這個意見 立即撤走東南兩邊的軍馬 用全力去攻打西北 韓中就果然帶著士兵棄成逃跑 朱駿就率領劉關章 在側面掩殺過去 在聯兵之中 射死了韓中 那些賊兵 一聲敗退 四圍地逃跑 正在他們追著的時候 趙宏孫仲就帶著大隊人馬來和朱駿交戰 朱駿見到敵人聲勢這麼大 就命令部隊暫時退卻先 所以趙宏又乘機奪回遠城了 朱駿就帶著兵馬 退到離城十里的地方 扎營準備 再去攻城了 這一日 忽然見到在正東面 有一標人馬來到 為首一元大將 生得廣額闊面 虎體紅腰 這一位將軍 乃是吳郡富春仁 即是今天光蘇省的地方 他姓孫明堅 自民台 是春秋戰國時候 著名的戰法家 孫武子的後代 在孫堅十七歲的時候 有一次 他跟著父親去前堂 就遇見十幾個海賊 剛剛打劫完商人的財物 上婚莊 孫堅就對他父親說 這班賊佬 很容易抓 港元 立刻拿著刀走上岸 放聲大叫 兩面指揮 就好像叫人來 那班賊佬 還以為官兵來抓他們 就像滾水六腳地逃跑了 孫堅就追著上去殺了賊 從此之後 在他的郡縣裏面 就出了名 還舉佔他做校衛 校衛是武官 後來 匯溪郡 就有個妖人 叫做許昌 這個許昌造反 還自稱為揚明皇帝 聚集了幾萬人馬 孫堅 就得到當地的長官之詞 還招募了千多名勇士 匯合附近周郡的兵士 打敗了這個自稱皇帝的許昌 還殺了他和殺了他的兒子許少 上級就寫了一份表章 新宙朝廷和他請功 就任命了他為下披城 即是下披的元官 現在孫堅見到黃金造反 他聚集了鄉裡頭的年輕人 一些商人 以及淮河地區的精兵等等 一共一千五百幾人 就來到遠城作戰 朱俊見到孫堅來作戰 就十分高興 就命令孫堅攻打南門 劉關章打北門 他自己呢 就去打西門 劉番東門就被些賊兵走 孫堅打仗呢 非常之勇猛 第一個衝上城牆 還殺了二十幾個賊兵 嚇到守城那班士兵 四散逃跑 趙宏就挺著長矛 飛馬直取孫堅 誰知道孫堅在城牆 飛身下去 還搶了趙宏手上的長矛 一槍刺下去 當塵某人 然後騎著趙宏的一箭馬 嘎把嘎把嘎把就想 來回cribe 而另外一位賊頭孫仲呢 就帶著另一匹人馬 在北門突圍出去 怎知道撞勝劉比 他根本就無心戀戰 只是顧著逃命而已 被劉比彎弓搭戰 一戰就射了他落馬 朱駿的大軍就跟著在後面追殺過去 斬了幾萬個首級 而投降的就不計其數 於是南洋這一路 即是十幾個郡的黃巾全部平定了 朱駿就班師回京之後 皇帝就封他為車企將軍 即是河南郡的行政長官 朱駿他自己升了官 但並沒有忘記人家的功勞 他上奏了份表彰 將孫堅劉備的功績呈表上去給皇上 哈哈 真是朝上有人就好做官 孫堅是因為有人情 所以很快就委任他做別棍司馬 孫堅就可以上任 唯獨是劉備 他沒有得力的人去做後台 在京城日等夜等很久都沒有任命 劉關章三個人就等到煩了 有一天 他們三個人就悶悶不樂地走去逛逛街 遇見郎中將軍坐車經過 劉備見到他 就上前自我介紹一番 將自己的功績就告訴將軍 將軍聽到了就很激動 立即就走去上朝 見皇帝 他稟咒給皇帝聽說 陛下 過去黃金造反 都是因為過去十上市將官職當成買賣 非襯不容 非仇不尊 所以才搞到天下大亂 現在應該斬了十上市 將他們的人頭在南郊掛起他拿來示眾 同時派遣是者向天下宣告 凡是有功的人都重加賞賜 這樣就自然四海清平了陛下 十上市聽到 嘿呀 叩咒耶啦 就啟咒皇帝說 將軍欺騙主上啊 將軍欺騙主上啊 皇帝當然是信十上市不信將軍啊 還叫武士趕了將軍出去啦 過後呢 那十個壞鬼太監就商量了 嗯 實是那幫打敗皇金有功的人 得不到任命 還未有官做 所以四為法勞騷頂啦 那不如先滿足一下那幫人 給那些官仔他們做著先 以後再算啦 就因為這樣 劉備呢 也都撈到一個官仔做一下 那做什麼官呢 靖州中山府安喜元位 那元位是管什麼的呢 是管捉賊治安的 劉備得到任命之後呢 就將跟隨他的官兵 遣散回去鄉下啦 只是帶了二十幾個親徒 和張飛關公 去安喜元上任啦 那若知後事如何 就請看下回分解啦 上回呢就講到劉備 終於撈到一個官仔來做一下 就是做一個院的治安築賊員位 於是呢 他就帶著關公和張飛 和二十幾個親信徐從 就去到安喜元上任啦 他上任辦公一個月 既沒有產地皮收黑錢 更沒有敲詐勒索貪妝枉法 對老百姓非常之好 秋毫無犯 所以民眾當然對他十分有好感啦 好聽他說話 劉備上任之後 和關公張飛兩個兄弟 吃飯又和一張桌 睡覺又和一張床 好親密的 而劉備呢 在大庭廣眾當中坐的時候 關公和張飛啊 總是恭恭敬敬的站在他旁邊 整日都不累的 整日都是這麼精神的 過了四個月 過了四個月差不多了 朝廷就下了道命令嘛 凡是因為軍公而做官的 要被淘汰 劉備呢 就想著這一運大概都會被西了去 這一日 定州的一個督游 就來到安喜縣市察 督游的官呢 就幾大顆的 他呢就是監督各州每個縣的縣官的官職的 那今天督游帶老爺家到呢 劉備出城內去迎接 就向他行禮了 那個督游 非常之這麼大隻東西 就坐在馬上面 在馬上邊 拿條馬邊輕輕地點亮 這樣就當回禮了 哈 關公和張飛就生氣了 劉備接了督游去賓館住落之後 那個督游大無私養 面臨而坐 嘻 那時候 逢是大人物呢 都面向著南邊坐 劉備呢 就必恭必敬地 站在台街下面 過了好久了 那個督游擺足架子了 才開聲 劉備 你是什麼出身的 劉備是中山靜王的後代 自從在鳥郡參加黃金徵召以來 大小都有三十幾將都有微小的功績 所以得到現在這個官績 哼 你無形皇親虛報公跡 目前朝廷有令 正是要淘汰你這些無用的官吏 是 是 劉備唯有頭呂批遲避便了督游出禮 了 回到軟衙門 劉比和怨利商量 他怨利說 独遊這樣發威 無非是想錢 劉比眉頭都皺了 我對老百姓都秋毫無犯 哪兒來賺錢給他 到了第二天 独遊又叫了軟衙去 就勒令他指害劉比 迫害老百姓 劉比知道了 就想去見独遊 請求他免了自己的職就算了 怎知去了幾次 守門的警察都不放他進去 那現在講一下張飛 他喝了幾杯悶酒 騎著馬 就在賓館門口經過 哈 見到五六十個白爺工 在賓館門口 呱呱聲哭 奇怪了 就進去問一下什麼緣故 那些白爺工就說 那個独遊 非要逼遠離逼害劉公 我們知道了 就想來哀求他 請他開恩 不要做這麼可憐的事了 怎知不讓我們進去不得止 還被那些守門口的警察趕 還被他打 還要打 張飛聽到 就非常之火滾了 六大雙眼 咬死牙關 啪聲就落了馬 直衝入賓館 守門的警察就想爛他 怎知被他一掌 這樣就等了他一掌多遠 張飛就一直衝入大堂 見到独遊就坐在大廳上 而怨靈就被他綁起 就躺在地裡 張飛就大啪一聲 開問賊 你認不認識我 独遊都未來得切開口 被張飛一啪就打挖他的帽 一手就拿著他的頭髮 跟手拖了他出賓館 一直拉著他拉到軟衙門的門前 在綁碼木莊的木莊上 用條繩綁緊他在上面 然後就咬斷條柳枝 在独遊兩隻大腿上 絕力不斷 嘩厲害咯 連續打斷了幾十條柳枝 打到独遊 皮開肉爛 嘩咯一聲好像湯豬一樣 而劉備呢 正說就在衙門裡發仇 突然聽到 蠢丸巴斐地走去問一下旁邊的人什麼事 那些人就說 張將軍在衙門門前 綁住一個人在那裡痛打 劉備連忙出去看看 哈哈 糟了 原來見到綁住的是 是獨遊大腿爺爺爺 劉備吃了一鏡 就馬上去問張飛什麼事 張飛就說 這樣的害文賊 不打死他有什麼用 講完又繼續打 獨遊見到劉備了 就說 哎呀 袁德高 哎呀 救命呀 袁德高 救命呀 劉備為人 到底都是忠厚仁慈 他又黑路喝著張飛 停手不要打 這個時候 關公就在旁邊走過來就說 慶長 慶長 你立了這麼多大功 現在 緊緊才做了個原位 還被這個這個獨遊侮辱 我想 驚激從中 並非棲息之地 不如殺了這個獨遊 器官回鄉 寧作遠大打算好過了 獨遊聽到就怕了 哎呀 袁德高 哎呀 搖命呀 不要殺我啊 袁德高 哎呀 哎呀 不要殺我啊 哼 劉備就拿了個觀印出來 掛著在獨遊褲頸鼠 你敢去害人害物 本來呢 我就應該殺了你才是 現在我姑且放生你 我把印還給你 我走了 說完 說完 劉備帶著關公張飛騎馬就走了 最後 督遊回去定州 把這件事 就說給太秀知道 太秀 就立即報告上頭 來捉拿劉備 來捉拿劉備了 劉備關於張飛他們走了去哪裡呢 他們就走了去代州 即是現在山西省的地方 就去投奔劉灰了 劉灰見到劉備是漢室中親的 就立即收留他在家裡躲起來 現在就回頭說說十常史這十個大太家 這一幫艷塵 已經大權在握了 然後大家就商量好 但凡又不聽話的 一律殺了他 那趙宗 張陽兩個家夥呢 派人四周圍去勒索 那些打敗黃金的將官 不肯給錢他們的 就品咒皇上 霸了他們的官職 王抱松 朱俊 他們都不肯給錢 趙宗他們呢 就品告皇帝 就霸了他們的官 免了他們的職 那個皇帝 又封趙宗他們為奢企將軍 張陽等等的十三個人 封了喉著 這樣搞法 朝政就越來越壞 人民就越來越不滿 於是在長沙地區 就有個人叫做歐星 他就開始作亂了 而在漁洋地區呢 張舉和張淳又造反 張舉自己做皇帝 張淳又做大將軍 當時高級的奏章 多得好像雪片般飛往京師 大十上市呢 就把那些高級的表章 全部收起來 不給皇帝看 就一於瞞著皇帝 有一天 皇帝就從十上市大擺宴會 在那裡喝酒作樂 有個大臣叫做劉濤 他直奔到皇上面前 放聲地大哭 皇帝就問他 什麼事幹 劉濤就說 陛下 天下危在單直 為什麼陛下 還跟太監在那裡喝酒 皇帝就說 現在國泰升平 有什麼危險 陛下 目前到處都道賊升起 侵略周郡 佳恩是十上市這幫狗奴才 賣官枉法 殘害百姓 氣軍妄上啊 在朝堂之上 正人君子全部都走了 大禍就在眼前了 陛下 十上市就個個脫下帽子 跪在皇帝面前來 他們說 主上 大臣都不肯相容 我們都沒命了 是求主上開恩不准我們回去鄉下 我們一定把所有家產拿出來 幫補軍事費用系啦 開恩啊主上 講完 就嘯嘯聲哭起來了 皇帝又發火了 劉濤 你真是豈有此理啊 你家裡也有近身親人來服侍你啦 難道孤王就不可以有嗎 忍勵 將劉濤推出去斬了他 閉下 神死了不緊要啊 可憐看失天下 四百幾年 到今天 就完了 一幫武士捉了劉濤 拖了出去 剛剛想行刑 有個大臣就喝著武士說 到下留人 等我又勸奸主上 這個大臣呀 什麼這麼大膽啊 他是誰呢 他呢 就是司徒陳丹 陳丹呢 就立刻走進去玉花園勸奸皇帝就說 閉下 到底劉濤得了什麼罪 要問斬呢 他呀 誹謗孤王身邊的人 衝撞了孤王 閉下 天下百姓的人 個個都想吃十常事的肉 但是閉下就對他們 尊敬得好像對父母那樣 他們身無一寸的功勞 個個呢就封了做喉雀 閉下 風衰那幫人 勾結王根 妄圖內亂 閉下如果今天還不醒悟過來 國家 就會立即崩潰的了 亂說 你說風衰他們作亂 並沒有明確的證據 難道十常事當中 就沒有一兩個是忠臣的嗎 陳擔見皇上不聽他的話 就猛用頭去撞個台階 再三再四去勸奸 皇帝見到就很生氣 還叫人拉他出去 還把他和劉圖一起困入牢 當晚 十常事就在監獄謀殺了他們兩個 然後呢 還偽造皇帝的命令 任命孫堅為長沙太秀 帶兵去討伐歐星 不到五十日 就打了大聖仗 還平定了歐星的叛戀 於是皇帝就封了孫堅為烏情侯 然後就封劉豫為歐洲木 即是歐洲的州長 就命令他去討伐張舉和張順 上面說過 劉飛帶著關公和張飛 去了代州的頭奔劉飛 現在劉飛看到有機會來了 他寫了一封信 推舉劉飛去見劉如 劉如見到劉飛就很高興 命令他為刀尉 劉飛 還被帶兵做先鋒 劉飛呢 大兵深入賊巢 還跟賊兵大戰了幾天 挫敗了他們的銳器 因為那個張順呢 平日就十分空殘 那些兵樽就開始變深了 他手下就有個頭目 暗殺了張順 還帶著他的人頭 還率領兵出來投降 那那個自封皇帝的張舉呢 見到大勢已去 又重叛親利 也都吊頸自殺 這樣呢 又平定了這一場叛亂 劉如大勝之後 回去稟告皇帝了 說劉飛這次呢 就立了大功 所以朝廷呢 就射免了當日 鞭打督游的罪 還封回他做官 而且公孫贊 也都將劉飛以前的功績 報告給朝廷知 於是呢 就任命劉飛做別部司馬 還任命他鎮守平原院 做完官 那平原院的院成呢 就在今天的山東省平原院來 劉飛到任之後 因為當地人口不少 物產呢 也很豐富 所以錢糧和軍馬都很多 慢慢慢慢 就積聚了相當的力量 也都培養了元氣了 那劉如呢 因為平定賊購有功 封了他做太尉 就好大官的了 那這些呢 都不講他了 真是光陰此戰 自從劉關章結義 去徵兆王根起 又過了五年了 到了中平六年 即是公元一八九年 四月 漢靈帝就病毅了 那漢靈帝病毅 立即就召大將軍何俊 回來商量後事了 這個大將軍何俊 又何許人也呢 何俊呢 本來就是個湯豬佬來的 最後 漢靈帝選妃 就選了他妹妹入宮做貴人 哈 還給他生了個兒子 那名呢 就叫做阿辯 就是王子辯 因此何俊的妹妹 就立了他做皇后 何俊當然就是國寇爺 就是啦 有權有勢啦 無奈 皇帝就喜歡了另一個非分 叫做皇美人 皇美人呢 又生一個兒子叫做阿辯 就是王子辯啦 何皇后這份人呢 非常妒忌 也十分狠毒的 他竟然叫人 將皇美人用毒酒毒害 喂 王子辯那便補了老母啦 就住在董太后的宮裏面 董太后又是誰呢 董太后就是寧帝的親生老母 而她丈夫呢 就是個侯爵 就是泰族亭侯 叫做劉祥 因為當時的皇帝 漢媛帝就沒有兒子 在她死了之後呢 就選了蟹族亭侯劉祥的兒子 劉宏來做皇帝啦 就是漢陵帝啦 劉宏做了皇帝 就把自己的老母 摺了入宮 做太后啦 喏 各位 你聽到 就要搞清楚這幫人的關係 才行啦 董太后呢 就曾經勸姦皇帝 立皇子協做太子的 而靈帝呢 也都偏愛皇子協 就是想立他做太子的 哈哈 有人問啦 都是皇子咧 立了太子又怎樣 不立太子又怎樣呢 咦 爭天共地咯 做皇帝呢 就好多三公六丸 非笨貴人的 當然 如果沒有兒子生 好像皇帝那樣也有的 只有那些皇帝 生十幾二十個兒子 也都有的 那那幫都是皇子來的嘛 但如果是太子的話呢 就只得一個的 一般來說呢 立長子做太子的居多 不過也有例外的 那要看皇帝喜歡哪個多些 如果立了做太子 第二天皇帝死了 就是他繼位的了 所以在封建時期 立太子的時候 明爭暗鬥的事情 特別多的 甚至搞到互相殘殺都有的 那現在寧帝病危了 就立刻想立太子才行 那個忠常侍展石 他就對寧帝說 主上 如果要立皇子協做太子 那就 一定要殺了何俊仙 絕了後患才好啊 寧帝一想 是呀 那就立刻召何俊入宮 準備殺了他 何俊這個湯豬佬就猛成成的 聽見皇帝召他入宮 說商量後事他就入宮 他剛剛走到皇宮門口 有個跟他好好的大臣 叫做潘隱 就一咳截著他就說 不要入宮 剪石想謀殺你啊 蛤 何俊就大吃一驚 調轉頭就走了 急急就回到自己住宅 召集了一班大臣來商量 想跟他們說 殺了那班掌握大權的太監 有個人走出來就說 大人 宦官的勢力 在仙朝聰帝得帝那時候已經形成的了 現在在朝廷之上 爪牙羽翼眾多 勢力更根深蒂固 怎麼可以殺得清啊 萬一秘密被洩露出去 就會有滅族之禍的了 請大人三思啊 何俊一看 說話這個人 是典軍校衛曹操 何俊就罵他就說 你這些小輩 知什麼朝廷大事啊 正在商量著 潘忍噹噹聲走到來就說 皇帝已經死了 現在展石和十上市商量好 將這件事先掩著 不舉喪治 被造聖子 召何王后入宮 準備殺了他 免絕後患 然後立王子協做太子啊 潘忍說話未完 聖子就到了 說就是叫何俊入宮 安排後事嘛 曹操就說了 將軍 現在情形危急 應該先靜軍衛然後殺賊啊 何俊就說了 好 誰敢跟我去靜軍討賊啊 何俊說話一言 有個人挺身而出就說了 請大人撥給我精兵五千 等小將斬關入宮 拆立新軍 殺盡那些閹賊 掃清朝廷 以安定天下 何俊一看 原來是司徒元逢的兒子 元毅的侄叫做元少 知本仓 現任司計校衛 何俊就很歡喜 馬上就點了五千玉林軍給他 元少全身披掛 率領著玉林軍 何俊就帶著何勇 殉友 鄭泰等等三十幾位大臣 跟著就一起進去皇宮 就在寧帝的棺材前面 立了太子變做皇帝 新皇帝登位 百官亦朝拜完了 元少就入宮竹展石 展石就慌了 拼命地敵他月花園 誰知在花旁下 被另一個中常使 郭勝就殺了 那展石平時統領的禁軍 全部投降 元少就對何俊說 那幫太監 是勾結在一起的 今日應該趁勢殺光他們 何俊也非常同意 那張陽那幫太監 知道形勢危急 就慌忙走去挨求何太后 他說 娘娘 當初搞陰謀陷害大將軍 就是展石一個人 不關我們事 現在大將軍 聽完元少的說話 要殺光我們 娘娘 求你可憐一下我們 可憐一下我們 何太后就說 你們不用休 不用休 不用休的 我保你們 於是何太后就召何俊進來 和他密針 那何太后就說 你 真是傻 我和你 出身汗微 不是得到張陽他們幫助 怎麼有機會 享受這樣的榮華富貴 對呀 展石做壞事 已經殺了 那件事就完了 喂 什麼事你還要聽人亂急急 要殺了那幫太監才行 何俊聽了 出來就對那幫大神說 展石搞陰謀害我 應該滅他的族 至於其餘的人呢 就算吧 袁少就說了 大人 如果不斬草除根 後患無窮啊 第二天會有殺生之禍的 我已經決定了 你不用說那麼多 於是那幫大神就各自告辭 就翻扯了 第二天 何太后就命何俊參陸上書士 即是說 朝政大使都由他管 而其餘的百官也都加封官職 那那頭董太后呢 也都召了張陽那幫太監入宮商量 他就說了 想當初 何俊的妹妹 是我抬舉她 她才有今天 今天 她兒子登了皇帝位 內外的大神 都是她的心腹 威權 太過重得緊要了 那我應該怎麼算好呢 張陽就稟就話了 娘娘 這樣啦 娘娘你就臨朝 瑞蓮聽政 封個王爵給王子歇 董仲國寇呢 就封個大官 等他掌握軍權 同時再重用我們 那大使就有成功的希望啦 嗯 是呀 好 好 董太后就好歡喜 各位 張陽叫董太后臨朝 瑞蓮聽政 什麼叫做瑞蓮聽政呢 就這樣的 在封建時代呢 就往往有些皇帝 因為年紀太小 有太后臨朝執政的情形 就叫做瑞蓮聽政 那瑞蓮又為什麼呢 其實呢 是表示男女有別的 太后就是女人來的 那女人就不可以面對文武百官的 所以呢 就要用個簾來給他遮住 第二天 皇帝登殿的時候 董太后就真的出來了 他下了道命令 封王子歇做陳流王 封國寇董仲做標企將軍 那張陽等人呢 就共同參與朝政了這樣 嘩 這步棋厲害啊 何太后見董太后 要立拳還得了呢 於是他就在宮裏面 舉行了一個宴會 請董太后來赴宴 喝到差不多了 何太后就站起來 捧著杯酒 向著董太后 深深地走個禮就說了 太后娘娘 我們都是女人來 是不應該參與朝政的 往日 女后就因為把持著朝廷大權 最後就搞到女士中族千多人被殺 現在我們還是住在宮廷裏面 享下清福 那朝廷大使呢 就任由大臣元老商量就可以了 太后娘娘 你說是不是呀 董太后一聽就翻臉了 哼 你心懷妒忌 用藥酒來毒死王美人 你以為人家不知道嗎 現在你似著兒子做了皇帝 又似著大哥何俊的勢力 就什麼都敢說了吧 我告訴你 人家怕你 我不怕你的 我一個命令 叫飄企將軍 斬了你大哥的頭 真是 易如反掌 何太后亦發惡 哼 我好言好語勸你 都是為了你 怎麼說你這種話 這麼難聽 你這種劏豬賣狗的下等人 懂得什麼呀 勸我天 你一言我一語 兩個太后就吵起上來 張揚那幾個太監就勸開他們 就各自回去自己的皇宮 當晚 何太后就留夜召何俊入宮 還將他跟董太后吵起上來的事 說給何俊聽 何俊從皇宮出來 就馬上請三公來商量 什麼叫三公呢 就是太衛 司徒 司空 這三個大臣 是朝廷最有權柄的人物 他們商量了一晚 安排好了 一天早上 在皇帝登殿祖朝的時候 有個大臣 就按照昨晚商量好的計劃 出來品咒說董太后 本來呢 就是凡皇的妃 不適宜在皇宮裡住那麼久 應該呢 就送他去河間安寺 即日就要離開京城 去年了 河間又從哪裡來的呢 就從今天的河北省來的 就離開京城諾陽好遠的了 這頭品就完 那頭就立刻派人送董太后起程了 同時呢 又派另一隊禁軍 包圍了票棄昌軍董仲的住宅 逼他交出大印 董仲知道大勢已去咯 就在後堂自敏而死 等到他的家人 呼天搶地 號哭舉哀 包圍住宅的禁軍才肯離開 張揚段歸這幾個太監 見到董太后這邊廢了 沒有權了 哎呀死了這趟 這趟這班人一定是死無生 若知後事如何 請按下回分解